台湾在防疫过程除了口罩国家队 还有呼吸器也超前部署了 一开始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全球对医疗籍呼吸器的需求急速的增加 但是台湾一路都是仰赖进口的 专利设计掌握在国际大厂手上 为了要增加防疫的力量 工研院接到了国家任务 必须从无到有组装出第一台 台湾医疗籍的呼吸器连行机 结果呢17天之内就办到了 另外像是组装镇压检疫庭 这也让医疗人员免去了穿脱防护衣的困扰 带你来看看台湾科技实力 如何在关键的时刻发挥的效用 保证我们入境的时候 麻烦你拿下来前面聊天 守住防疫战线前线的检疫人员 辛苦全印在脸上 为了缩短48小时等待裁剪时间 生医研究人员从春节后就开始 埋头找方法 从流行病毒快筛系统为基础 他们开发出大小宛如汽水罐等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系统 一开罐 因为大机的话它的重量很重 大概都是将近大概100公斤 那我们这台现在大小 大概就是只有600克 所以它比较有办法 把一些检测从实验室带到一些现场 去做检测 所以它的可惜是它的重点 潜伏期就可筛检 而且缩短检测时间 只要一小时就让病毒无所遁形 他们的努力也终于能让家人明白 这几年在公园院工作 其实我们 我的家人其实没有很清楚 我真的工作的性向是什么 所以在防疫的计划里面 其实反而是到后面 开始有一些成果出来 那有一些新闻上的露出 或是说开始有一些反弹 那他们就注意到 努力兼顾工作与家居 虽然面对的是实验室内 冰冷的迷气 但投入的心力有满满的温暖 和这些生意研究人员一样 成为抗疫医护人员靠山的 还有他们 两个星期内打造出的镇压检疫庭 让医师在里头不需穿上防护衣 只要戴上口罩 手套就可以为病患进行裁剪 您好我是陈医师 等一下帮你做裁剪哦 就怕相互感染 检疫瓶内有紫外线灯杀菌 还有镇压设计 让空气只能由内往外送 污染空气进不去 医护人员在里头开启空调 大热天不再挥汗如雨 所以所有从外面进来的空气 都会先经过滤网 再进到室内 那通过这个滤网的这个空气 基本上是非常干净的 所以这个房子里面的洁净度 可以到我们以无尘师的等级来讲的话 叫Class 1000 大概相当于比手术师 还要洁净的那样一个环境的水准 汉医师讨论使用状况的博士 投入滤能和环境研究27年了 所带领的团队神经百战 其中有四位和他一样的 经历过2003年的SARS 他们把当年的抗法经验 和冒险灾难延续 即使内心依旧紧张疫情 他们义无反顾 穿脱这些防护衣很困扰他们 然后天气又热很难过这样子 那我们这个东西真的有用 对他们有用 他们这样给我们回馈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最开心的时候 如何减轻医护人员的沉重压力 守护防疫前线 这些平均年龄40岁 整合自通讯机械 机电 显示面板 医学 电子材料与光学 7个领域的30位工程师 就组成呼吸器国家队 17天打造出台湾第一台 医疗级呼吸器原型机 活着就要呼吸 而当肺被病毒侵袭 呼吸器就是保命关键 3月底美国呼吸器大厂 美顿力无偿公开批评 560型号的呼吸器设计文件和程式码 但难度就在 即使跨海找到机器了 全球超过9万次下载量 能开源解码者 寥寥无几 先将超过500个零件通通拆解 找不到的零件就自己做 自己3D列印 携手打造出所有关键零组件 像是鼓风炉 CPU 面板 和宛如神经的感测器和管线 能重置成城是所有人自觉的行动 这一阵子之间大家比较累 那有位同仁就跟我说 这是国家队应进的任务 而且这是私底下小小话 我听了就心里蛮有一阵感触的 那我就觉得蛮感动的 他们17天内几乎不眠不休 部分位皆大小只有全心全意 让原本仰赖进口的呼吸器 未来得以在台湾量产摆台 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人和 所以我写了一首长头诗去鼓励大家 人生有幸与军逢 和弦在封城东 也就是说我们在封城这里 能够有这个机会 为国家百年难得的这个机会 能够做一些贡献 这是一个人生有幸的大事 医护人员平均一位病患 每天就要耗损12到15套防疫设备 不让医护人员长时间曝露在危险中 狗眼院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 在护压隔离病房内导入 零接触防疫科技平台 在远距他病人只要透过手机 或者是一般的很便宜的这些webcam 那他就可以及时的 透过我们后面的AI的演算法 然后来做心率以及呼吸的侦测 台湾的各领域工程师和博士们 把科技力化为防疫力 后一时期汇集能量 成为台湾最精强部队